市政總質詢倒數第二天 台北市長柯文哲已派輕鬆 不過面對藍營議員質詢 LINE帳號重新開啟一室 柯文哲意外爆了料 他們當時在選總統的事情 我說不要弄 不要鬧 後來我跟陳佩奇說 你給我50萬 50萬就這樣簡單付一付 其他都不要做 就這樣 所以故事就這樣而已 那個錢是我跟陳佩奇討的 因為陳醫師他一開始不想要曝光 資助客市長LINE的這個部分 所以就是我們通通都用 民間友人來帶一程 你是發言人耶 你代表市府耶 代表市長耶 怎麼可以這樣子雲目混珠呢 先是爆料LINE官方帳號 原本打算用來選總統 再爆出當初出資 讓帳號能夠維持正常運作的 民間友人 根本就是妻子陳佩奇 也讓議員無事正直疑 這樣公開透明嗎 這種講法 不是發言人應該講的 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他即使不願意 但是不能這樣子講 因為這樣講 這種說法 影射的是違法的事情 這樣子雲目混珠 這不符合你的公開透明 葛文哲號稱的公開透明 又被打上問號 就連每年都會舉辦的 雙城論壇也拖到最近 才傳出中國大陸 點頭同意七月舉行 雙城論壇還是雙城 這也不是單方面決定 對 我了解 所以變成我們 因為對視是在對岸 所以他有主導權 有接到對方在排十層 我們會在月中先派一團去 就大家坐下面對面 由於適逢香港反送中事件 加上即將面臨的 2020總統大選 柯文哲與對岸的互動 不僅影響著選戰佈局 更調動著民眾 對於兩岸議題的敏感神經 環宇新聞 林志彭丁上城 台北報導